全国人民共同防疫的同时 网络上却不断出现各种假讯息 叫成人心惶惶 吉恩警分局日前执行网络巡逻情务时 就查获一名无姓妇人 涉嫌在脸书社群散播夜市有人确诊的不实讯息 遭警方依法移送侦办 吉恩乡有名无姓妇人 在公开的脸书社群上发布一则讯息 写下与家人前往某夜市时 遇上一男一女管制人员 其中男子在要求留下实名制资料后 突然表示自己好像确诊 让五女饱受惊吓 但针对内容并没有做进一步查证 遭吉恩警分局锁定依法移送侦办 本局26日执行网络巡逻情务 发现有民众在花莲领书社群 散播一试确诊疫情的不实讯息 那安静于本局向防疫主管机关查询 证明此讯息显然不实 一生恐慌 立局行线将涉案的无性婦人带回询问 让全案依违反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 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 移送花莲地监署侦办 吉安警分局也呼吁民众 在发布公开讯息前 应该先做查证 如果散播有关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流行疫情之谣言或不实讯息 将有可能会被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病科新台币 三百万元以下罚金 绝对不可轻忽而触罚 记者徐立琴吉安香报道